我绑定了个系统 她要我照顾眼前的废物男人 你可别瞧不起她 她是封闭一案主角 你快去刷她的好感 赶快她质疑她 要不然她黑化了 可是会把六戒都给灭了 我点点头 然后拿起旁边的一块石头 在系统的尖叫下 直接朝男人砸了下去 我为什么要赶化她 直接把她弄死不就好了 我把男人扔下山 让狼狗吞噬 第二天 师妹拖着浑身是伤的男人又回来了 师姐 她好可怜 我们收留她吧 脑子里的系统悲鸣起来 我绑定错女主了 你师妹才是女主啊 尊敬的公主王子们 请给小朵一个关注吧 好不好吗 求求你们啦 我看了眼前半死不活的凡人男子 几分钟前 他来到后院偷我的仙丹被我发现 我只是稍微调动灵力 他就倒地不起 走近一看 身上都是伤口 看来之前没少受折磨 就在我准备处置这盗贼时 脑海里响起了一道声音 快救他 他可是男主 我疑惑 脑海里的声音接着响起 你快去救他 最好让他醒来的 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你 这样他就能爱上你了 我为何要让这凡人爱上我 我询问 脑子里的声音回答了我 你可别瞧不起他 他是封批一案主角 你快去刷他的好感 赶快他质疑他 要不然他黑化了 可是会把六界都给灭了 六界 就凭他 你又是什么东西 我不懈得开口 脑子里的义乌情绪激动起来 你怎么不听呢 我是系统 是从几百年后来的 哎呀 我把之后的事 让你看看你就知道了 这个叫系统的东西 给我看了仙界的未来 生灵涂炭 暗无天日 我们青岭山也被屠杀 无一人生还 而这一切 居然都是眼前的凡人做的 我心中讶异 面色凝重 看吧 我没骗你吧 为了你现在的小命 你赶紧去巴结男主 他现在还只是个小反派 很容易养正的 等他爱上你了 就不会黑化杀人了 我沉思着点了点头 就在系统以为 我要救治男主时 我用灵力搬起了一旁的石头 你在做什么 喂 你在做什么 在系统的尖叫声中 那块石头 猛的砸向男人的脑袋 石头落地 男人的脑袋 被砸得稀巴烂 我收拾好衣裙 冷冷到 我为什么要赶化他 直接把他弄死不就好了 他是杀不死的 他是男主 有自愈能力 系统尖叫着 我皱起眉头 自愈能力 他的身体能再生 就算你杀死他 他也能活过来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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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赶紧趁他 现在还没意识 快点救他 还来得及 系统慌乱地喊着 我摸了摸身上的剑 冷笑一声 自愈能力嘛 那就让我见识见识 你又要干嘛 我说了你杀不死他 系统还没说完 就因为我接下来的操作 吓到今生 我把眼前的男主 大卸八块 每一个部位分成好几块 如同杀猪一般 归归整整 切了108块出来 我说好剑 语气淡淡道 难道这样 他也能自愈吗 系统不说话了 似乎是被我吓着 看着我将肉块扔下山 让山下的狼狗吞噬 等到第二日 清晨师姐 他好可怜 我们收留他吧 沉寂了一整天的系统 突然悲鸣起来 我绑定错女主了 你师妹才是女主啊 女主 我听了系统的哀嚎 只觉得郭造极了 看着被清宁拖来的男人 只不过一晚上 这人就有了人样 身体完整 只不过满身血迹 看着可不 清宁求着师尊 让师尊收留此人 我不屑地插嘴 这凡人昨日来后院偷我仙丹 一个毛贼 清宁山为何要收留他 我说完 清宁美目威震 所以是清晨师姐 把人害得如此 师姐 他只是一介凡人 偷仙丹肯定是走投无路了 师尊教我们要以和待人 你为何要下此毒手 我皱起眉头 系统泪眼婆娑地说着 这才是我要的小白花女主啊 天啊 我怎么绑定成恶毒女配 恶毒女配 这又是什么鬼 他偷我东西 难道我不该惩治 若是这凡人往后 屠了我们清宁山 你是不是还要为他求情 我冷哼 师尊在一旁劝和 清晨呀 你这话就过了 他一介凡人 哪有这本事 你小师妹好不容易喜欢的男人 你就随他去吧 师尊笑眯眯说着 清宁红了脸 师尊 我只是看他可怜 诶 别说了 把人带下去吧 你去给人疗伤 师尊最疼师妹 师妹说的要求 师尊也全都应下 我心里不悦 想跟他们说昨日发生的怪事 可师尊却训斥我 清晨 你这人太过冷血冷情 仙家跟魔教不同 若是都像你这样 那我们又跟那些 滥杀无辜的魔道中人 有何区别 修道先修性 这件事莫要再说 就这么定了 我心中生起怒意 未曾想过 师尊竟会这样看我 到时师尊不后悔就好 气急 不想与人争辩 冷冷放下句话 甩袖子离开 离开后 我开始逼问起了系统 他说的话 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师妹清宁是女主 而你是恶毒女配 极度男主的才能 处处与他作对 最后被男主打脸 逐出仙门 你不甘心 上门报复 被男主吸干灵气死去了 听完系统的话 我怒急返校 我被逐出仙门 你自己去看吧 系统将一个画本子传入给我 仙家的悟性 让我很快看完 整个人面色阴沉 原来顾长青 根本不是什么凡人 他是魔族和人类生下的孩子 是个天生的畸形怪物 他娘亲怀了他后 便远离尘世 在个偏远村落扎根 他娘在生他时难产 这魔童直接自己 从他娘肚子里爬出来 浑身血污 眼睛血红 一步步爬上他娘的身体 将他娘的心包了吃了 等村子里的人发现时 他已经把他娘吃空了 有人看他可怜 收留了他 但魔童吃人的传闻 已经传遍了全村 等顾长青六岁时 村子里的人越想越怕 上门要把他杀了 顾长青也就此黑化 涂了整个村子 将他们的心都包了吃掉 获得了血肉再生的能力 从此开始流浪 直到青岭山收留他 他一步步壮大自己的实力 心智阴暗 恩将仇报 青岭山所有师兄妹 都被他杀尽 吸干灵气 无一人信免 而我死得最早 顾长青吸干了我的灵气之后 灵力大增 尝到了甜头 将师尊师妹的灵气也吸尽 只为了他自己提升能力 我的结局就是这样 系统点头 我又问起系统的目的 他说他是为了维持世界平衡 如果男主把这个世界灭了 那他也会跟着消失 所以他按照前辈的经验 想了个女主出来 让女主去拯救男主 这是什么鬼主意 让他凡人爱上自己 就能守护世界 你脑子里就只有勤勤爱爱吗 我骂系统 系统委屈的回到 前辈都是这么做的呀 而且都挺成功的 男主都跟女主去 过上幸福生活了 我大惊 这种人也配幸福 只是童年遭遇不幸 就屠杀千万人 你居然还让人去拯救这种渣子 难怪你如此愚蠢 系统反驳不过我 干脆摆烂 反正我也绑定错了 这世界估计要毁灭了 我也要没了 算了 他郁闷的说完 我冷哼一声 死不了 系统一愣 你有什么办法 办法 我先把他弄死不就好了 这凡人在清宁的照顾下 很快就醒了过来 洗去了血污 露出一张俊脸 更加讨人欢喜 等我找去时 清宁将人护在怀里 戒备地盯着我 师姐 你都要伤害长青 这凡人名叫顾长青 才几天的时间 就已经喊上长青了 我看着清宁叹气 往日我以为你只是爱玩闹 没想到你 却是长了磕男人脑 不撕进去 你有什么事冲我来 不要这么说清宁 顾长青把清宁护在身后 眉眼冷然 而清宁则是一副感动的模样 娇柔地靠在顾长青身后 我看着作偶 说出来此的目的 你那日损坏我不少仙丹 我现在找你来陪 把我的仙丹还我 我刚说 清宁就一脸怒容 师姐 长青孤身一人 哪里陪得起如此仙丹 我已经问过 他那日是身子难受极了 所以想要拿些救命 你不仅打伤他 还将他扔下山 长青还没找你算账 你倒好 先找了过来 他托我仙丹 我打他天经地义 我声音冰冷 接着开口 你若心疼他 就替他把仙丹还了 我举起长鞭 甩在地上 一瞬间地裂树洞 不还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 清宁瞬间泄气 我看着那顾长青表情隐忍 似乎是想动手 但最后还是忍耐了下来 并未出手 我眉毛微调 看来此人这时就在隐藏实力了 清宁叫来师尊为他做主 师尊过来 只是看了那地上的裂缝 就开始指责其我 你气度就如此之小 一点仙丹 就一点情义不顾 要对同门师妹出手 看着师尊如此偏向师妹 我心中失望 情义 我只知道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好好好 你真是能耐 清晨 这仙丹我替清宁还了 你不要再刁难师妹 看着师尊一脸怒容 我心下冷笑 爆出一堆仙丹 师尊皱眉 怎么会这么多 你莫不是坑我 怎么 师尊这是不想还了 一点仙丹 这点气度都没有 我挑眉 我的话让师尊下不来台 进退两难 我确实坑了他 爆了一堆名贵的仙丹 既然他说得那么容易 那我就要让他吃这个苦头 当着众多弟子之面 师尊也不好反悔 只能黑着脸 心疼地将仙丹交付于我 我得了一堆名贵仙丹 还试探了顾长青 自然乐得高兴 回到了院子里 我猜测顾长青在隐藏实力 果然 没过几天 就传出顾长青在测试灵根时 测出是罕见的三灵根天才 师尊当即就将顾长青收为徒弟 将心思全放在了顾长青身上 清明还经常来我院子 语气不中不清地在我面前炫耀 我们长青才是真正的天才 师尊为了他都破理 本来不收徒弟了 可长青实在聪慧 哪怕打破规矩 也要把长青收入旗下 师尊 今日教了长青乱法剑 那不是清晨师姐才会的招数吗 我记得清晨当时还学了个把月 长青不过几日就学会了 听说师尊要让长青去参加先门大会 往日 师尊都只带清晨去的 我受够清明的叽叽喳喳 冷冷看他 你再说一句 信不信我撕了你的嘴 往日我训斥清明 他都会怕 今日却不一样了 像得了什么靠山 没眼间带着得意 嘲讽地看着我 师姐还不知道吧 师尊将清灵剑给了长青 他还带着长青下山历练 亲自传授剑法去了 清明一说 我变了脸色 清灵剑是我娘亲留给我的剑 清灵山谁不知这是我的剑 师尊竟然把剑给了顾长青 我正准备去找顾长青 把剑要回来 还没去 就等到师尊带着顾长青上来了 顾长青捂着胸口 脸色惨白 手里拿着的正是我的清灵剑 清晨 你来得正好 快把我给你的仙丹拿出来 长青现在受伤了 师尊慌忙地说着 我不动 只冷冷地看着顾长青手中的剑 把我的剑还我 师尊急得直骂我 这个时候你还管这些 这件是你娘的不错 可也是你娘给我们清灵山的 是我们清灵山的剑 我想给谁用就给谁用 清晨 我都用完了 凭什么拿给他 师尊大惊 什么 我给你的 你都用完了 用完了 我说完 清灵直接哭着跪地开始求我 师姐 那是师尊的药啊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和长青 但长青现在受伤了 求求你了 你就把药给他吧 他哭得厉害 顾长青吐着血 也要强撑着开口 清灵 我没事 不要求他 其他弟子看我的眼神都变了 仿佛我是什么女魔头一般 一点也不善解人意 可这顾长青本来就有治愈能力 被我砍成一百多块都没事 这点伤口在这桩虚弱 实在是虚伪至极 你们抢我的剑 还想要我的药 有你们这么不要脸的人吗 我恶心的反胃 师尊的脸色黑了 怒视着我 清晨 长青是我们清灵山不可多得的天才 等到先门大会 我要带着长青参加 为了清灵山的荣誉 你不要再胡闹物事了 先门大会不是一直都是我去参加吗 我皱眉喊道 师尊却冷笑一声 往年我们清灵山 是你清晨最为出色 可今日不同了 长青的悟性能力都比你要好 你一介女流 我本就看不上 现在来了长青 你自然要退位让贤 师尊说完 清灵又哭着 假惺惺开口 清晨师姐 我知道你极度长青 可这也不是只为了长青一人啊 这是为了我们清灵山所有弟子 你就看在我和师兄妹的份上 把仙丹交出来吧 我看向他 眉眼冷若寒霜 把他吓得退后一步 你既然这么想要就顾长青 那你把你的灵力度给他不就好了 哪有这回事 你有仙丹凭什么要我度灵力 清灵不服的反驳 我两手张开 衣袖空空如也 你们耳朵聋了是不是 我早说了 仙丹被我用完了 你不是爱顾长青吗 怎么 为他度灵力度不敢 清灵被说的脸色通红 我不信你用光了 那你们就去搜啊 等他们搜完 又用了半烛箱的时间 确实是空空如也 哪也没有 仙丹确实没了 我全部拿来增长功力了 你简直暴殖天物 一年用一颗的仙丹 你几天全用了 师尊心疼的红了眼 我看他这副模样 挑了挑眉 我的东西 怎么不能用 要是不用 不得被些不要脸的人抢去 好了 清灵 快去救你的好情郎呀 你好情郎都快死了 我嘲讽地说着 清灵脸色难看得不行 刚才没问 我要仙丹的时候 还急得要哭 现在倒是扭扭捏捏 表情复杂 顾掌青真是做起来 咳嗽几声 我感觉我好多了 没事 清灵 不用你给我度灵力 我瞧着他们 一脸心痛愤恨的模样 一瞬间就明白了 感情是在这作戏演我呢 想要把我的仙丹药去 我呸 无耻小人 我心中怒火升起 连连冷笑 抽出配剑 顾掌青 怎么能辜负我师妹的一片好心 我来帮帮你们促进感情 正好 你也把我的剑还我 我握着剑 如同一只游龙一般 向前冲去 速度快到 让人反应不过来 那剑直冲顾掌青心口 刺破皮肤 把他浑身穿透 我抽出剑 顾掌青的胸口 已然出现了个血洞 而他身旁的青灵剑 也被我用剑挑起 回到了我的手中 掌青 两道声音同时响起 我拿着剑退后 青灵浑身颤抖地扶住顾掌青 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 顾掌青胸口那血洞 居然开始自动愈合 众人接惊 这 这是什么 青灵和师尊 皆是一副目瞪口呆的模样 看着顾掌青胸口的血洞 慢慢愈合 我抱着剑 冷冷道 怎么 这么惊讶做什么 难道你们不知道 你们带回来的人 其实是个不会死的怪物吗 顾掌青的眼神阴郁 死死地看着我 掌青 你 你的身体为何会自愈 为何你之前从未说过 我戳破了顾掌青的秘密 也顺带替他说了他的身世 师尊 你说我杀心中 与魔教无异 那你可知 你心心念念看中了图 其实就是 那人魔生下的孩子 一出生 便挖了亲娘的心魄 是要靠痴心才能活下来的怪物 闭嘴 顾掌青的双眼发红 声音急切丝雅地打断了我的话 脸颊轻爆起 平日里清俊的模样 在此刻看着有些可怖 他死死地看着我 那眼睛越来越黑 几乎都要被黑色笼罩 这是魔气复苏的前兆 我等着他露出真面目 但清宁却在此刻站出来 维护顾掌青 掌青只是普通人 运气好才得到师尊教导 师姐 你为了污蔑他 居然想出这样的招数 你说他是魔 我看你无缘无故拿件伤人 你才是魔吧 你这样的人 比掌青可怕一百倍 清宁说完 顾掌青似乎也冷静下来 清宁师姐说的那般 我不是魔 我只是偶然间得到立即修炼 所以才能自愈 但也只是能让伤口愈合 内里的伤还是胃好 顾掌青说着 又吐出一口血来 清宁又含着泪 心疼地扶住他 掌青 我给你来度灵气 清宁不愧是那系统 所说的小白花女主 毫不犹豫地奉献自己 给压根不需要的顾掌青度灵气 顾掌青也不拒绝 心安理得地接受 直到清宁的脸色苍白 浑身摇摇欲坠了才停下 他脸色苍白 但顾掌青却面色红润 看着清宁 似乎发现了什么新大陆一般 眼里虎视眈眈 都放着光 清晨 你这样滥杀无辜 我清领山容不下你 你走吧 我就当没教过你这个弟子 师尊极为愤怒地冷冷开口 那表情十分认真 显然不是在说气话 想到那话本里 师尊带我也是如此狠心 我有了准备 所以听他这么说 心里只剩下了失望 就算这顾掌青身上疑点重重 你还是要坚持护着他 把我赶走吗 掌青是个好孩子 我怎么会分辨不清 反而是你 简直如同魔教教头一般疯魔 你力气如此之重 留下你逼出大祸 师尊冷冷说着 他的话太可笑 让我忍不住笑出声 师尊 希望再过几日 你还能活着这么对我说吧 你 师尊气急 我拿起剑 一句都不废话 转身就要离开 等等 把清零剑留下 师尊喊住我 指着我手里的清零剑 把剑还给掌青 你不能带走 掌青去仙门大会还要用 我再说一遍 这件事我的 顾掌青想拿 就让他在仙门大会的时候 踩着我的尸体来拿 我眼神冰冷 师尊皱起眉头 清晨 你还要去参加仙门大会 我为了这次的仙门大会 苦练了一整年 为何不去 你让顾掌青参加 也从未跟我商讨 我若是还留在青岭山 我的努力不就成了白费 你只顾着顾长青 可曾想过我 师尊被说的面红耳赤 你一见女子 本就不如男子 掌青悟性也比你好 任谁都会这么选的 我拿剑指向众人 冷笑 那就试试看啊 看谁把谁踩在脚下 我说完 身子一跃而起 离开了青岭山 系统不安的开口 你能打得过顾掌青吗 他可是男主 他弄死过你 我磨着剑 淡淡开口 那是他偷袭我 按照系统说的剧情 那时我被赶出青岭山 想回去拿回自己的青岭剑 但中途遇到了顾掌青偷袭 他早就算好会回来 提前埋伏了我 我没有做好准备 被他杀死 痛苦至极 被吸干了灵气 但是他还是很厉害呀 他能自愈 根本打不死啊 我拿起剑站起来 自愈能力 也不过只是 比别人好的快些 一次中击不死 那就次次给他中击 他还能活 这你要怎么做呀 系统问着 我穿好衣袍 接着赶路 他能偷袭我 我难道就不能偷袭他吗 仙门大会的前几日 山下的客栈 都住满了赶来参加的人 参与试炼的 来凑热闹的 把这山下的小镇 围得水泄不通 顾掌青更是比他人 早了好几日就赶了过来 我在远处看着 师尊那紧张的模样 看得出 他是把所有期待 全放在了顾掌青身上 都怪那清晨 把清零剑抢去 简直无耻至极 掌青你放心 师尊已经叫人 在附近蹲守 只要清晨出现 便直接对他动手 除掉他将剑拿回 为你出口恶气 清零揽着顾掌青 嘟着嘴气囊囊的说着 瞧着他们 这副不要脸的模样 我还没动手呢 居然先一步 要对我动手了 我冷笑着 从屋檐上离开 既然你对我不忍 那就别怪我对你无意 等到顾掌青 在山林修炼完出宫时 我从背后偷袭了他 都说一个人出宫 是最脆弱的时候 当时顾掌青 卑鄙无耻偷袭了我 那我也卑鄙无耻 去偷袭他 我隐在树林里 顾掌青果然没有防备 被我的灵力击倒 他倒在地上 还没有做出反应 我用捆仙绳 将他的手脚绑住 谁 是谁 给我滚出来 他面色猙獰 虽说他有自愈能力 可也不是万能的 比如像现在 他就解不开捆仙绳的束缚 只能低吼着 无能狂怒 我躲在暗处 用灵气一次次地凌持着他 他痛叫着 身上的伤 玫瑰已会自愈 但又很快天上 无耻小人 只会躲在背后 不敢漏正身 听着他的痛骂 我笑了 偷袭还要现身 那叫哪门子偷袭 攻击他的同时 我也发现 在他不停受伤时 他的自愈能力 也在变得缓慢 等师尊和清宁他们赶过来时 顾掌青身上 已经都是伤口 口吐鲜血 掌青 掌青你没事吧 清宁抱住他 师尊为他解开捆仙绳 顾掌青此刻狼狈急了 身上粘上污秽物 裤子还没提上去 落在外面半个 他看着快要气疯一般 面色通红猙獰 啊 我要你死 他此时受了伤 可感知到我还在附近 为了抓住我 竟然直接动手掐住清宁 控制住他 去吸他的灵气 清宁一瞬间 就被吸得面色惨白 浑身抽搐 而顾掌青的身体 开始在短时间修复 等他恢复好 他如同甩开一块 破妈布式的甩掉清宁 朝我这边追来 既然是偷袭 我怎么会让他发现 双脚一跃跑得飞快 等顾掌青追到我原来的位置时 我早就跑掉了 第二天 我潜伏在客栈周围 把窥视镜放在小二身上 得知了清宁的处境 他虚弱至极 居然一点灵气都没了 宛如个普通人一般 整张脸都像老了二十岁一般 长满了皱纹 都这样了 他的男人脑还在想的顾掌青 师尊 我怎么变成这样了 不要 不要让掌青看见我 他眼面痛哭起来 这时候居然不是想着自己的灵气 而是容貌 我的灵气不足了 不能给掌青提供 要是他之后试炼中出事了 可怎么办 我被他的话经的半天没缓过来 他居然把自己当成个人肉仙丹 为顾掌青提供灵气 而平日里最疼他的师尊 居然默许了这一切 天哪 这就是系统说的主角光环吗 怎么把人弄得如此纯笨 师尊面色阴沉 出声安慰他 不是 等我找到清晨 还怕灵气不够 今日之时 肯定就是他的作为 真是为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他报复心如此之强 到时候肯定还会再来 我们趁机抓住他 洗干他的灵气 师尊说完 清宁怨恨的开口 清晨他三番五次的来害掌青 要不然我也不会落得如此 等我们抓到他 我要扒他的皮 师尊 不要直接杀了他 等掌青吸干他的灵气 就把他变成废人丢进窑子里 什么大师姐 我要让他被千人其万人睡 看着他因为怨毒而变得扭曲的脸 我心里一阵胆寒 他的善良 似乎都用在了顾掌青身上 从始至终 我都没有害过他 可他却把所有的怨恨 都用在了我的身上 甚至想出如此恶毒的招数 来应对我 这不由得让我想到上辈子 杀死我吸干我的灵气 是不是他们一起想出来的招数 接下来的几日 清灵山的人都在寻我 他们有了防备 我没法再对顾掌青下手 只能隐蔽自己 直到先门大会 那日正式开始 我才现身 我一人创了个门派参加 里面也只有我一个人 清灵门 清晨 没了 就你一人 报名时的灵修惊讶开口 我点点头 从他手中拿过牌子 正好撞上迎面而来的顾掌青一行人 清晨 你还真敢来 清灵怒视着我 他戴着面纱 只露出一双眼睛 看不见容貌 那天生是你偷袭的掌青 你个无耻小人 我要控诉 此人犯规 试炼前残害其他弟子 请求各位长老 剔除他的试炼资格 清灵指着我就开始告状 我挑了挑眉 你有证据吗 可不要张口就污蔑 除了你还有谁 你个卑鄙下流的小人 你居然趁着掌青出宫时 清灵 闭嘴 师尊冷声打断了清灵要说的话 我勾唇一笑 说啊 怎么不接着说了 莫不是 出宫的时候被人偷袭了 看着脸色差的 是不是还一头扎进石里 吃了个满嘴流香啊 我说完后 周围的很多人都被逗笑 无嘴笑了起来 顾长青脸黑的 都可以刷出锅回来了 咬牙切齿地看着我 清灵自知说错了话 让顾长青丢了面子 后面再去道歉 被顾长青一把甩开了 滚开 清灵伤心欲绝 他不怨顾长青 就怨我 那怨毒的眼神 加上他那憔悴的面色 当真是害人 试炼的时间有整整三日 谁先拿到山顶的密钥 就可以打开机关 得到传闻中的雪莲丹 据说这丹药 在这世上仅剩一刻了 洗水筋脉 重塑仙谷 反正吃了都能飞升成仙 更别说这些仙人 简直是挤破了头都要抢到 等试炼开始 我便脱离了人群 他们已直线上山 我便弯弯绕绕 选了僻静的小路 因为对比起雪莲丹 顾掌青更想把我置之死地 他们准备先找到我 弄死我解决后顾之忧 再去抢夺雪莲丹 我一人跟他们三人斗 自然要避开 但我早就猜到 他们会针对我 所以提前做好了准备 我故意露出自己的行踪 但也掐算好时间 等他们追到 我故意露出的行踪时 我早就跑了 去往下一个地方 就跟遛狗一般耍着他们玩 顾掌青显然也知道这个道理 但他实在是太想除掉我了 只能加快脚步过来追我 等他追我的时候 我躲在树上 用石子偷袭着过路的门派 他们被我惹恼后 我压低声音留下句话 我乃青岭山顾掌青 有种的就上山跟我打一架 没种的 以后遇到你爷爷我 记得跪下喊我三生爷爷饶命 我心情好放你们一马 这个气法虽然低质 但总会有人会被惹恼 管他胜是顾掌青本人 都要过来与我斗上一斗 我为顾掌青拉了不少仇恨 然后在一处空旷的地方留下痕迹 就等着他们过来 等到顾掌青来了 那些门派也早已经在此等了好久 你就是顾掌青 真是好大的口气 我看是谁喊谁爷爷 有人举荐就要动手 这是试炼 谁跟谁碰上都可以切磋一番 要是抢走对方的手牌 便可以让对方淘汰出局 这些人也是故意入局 毕竟因为师尊的重视 顾掌青的名号已经打出去了 如此一个具有威胁的存在 能找个理由将人聚齐起来 将他先手淘汰 何乐而不为 顾掌青先是一愣 人已经打过来了 他只能迎战 他的解释没有人听 很快他便反应过来 这是我做的局 他黑沉着脸 眼神扫过四周 在周围寻找我的踪迹 一群人打顾掌青一人 就算他再厉害 也显得吃力无比 被打得格外狼狈 但试炼毕竟是试炼 不下死守 顾掌青虽然伤得多 可他能够恢复 怎么也打不死 够了 你们这些蝼蚁 我都说了 别挡着我的路 顾掌青浑身鲜血 眼底通红冰冷 宛如从地狱来的 罗刹鬼一般 他站起来 环视周围喊道 清晨 你以为这样 就能弄倒我 我告诉你 错了 这些人不过是我的养料 都弄死他们 我就来弄死你 他伸出手 直接掐住 最近一人的脖梗 然后将人扑倒在地 双手直接穿破 那人的胸膛 将人的心取了出来 掌青 住手 试炼不可杀人 这是犯规 师尊被吓得面色惨白 惊骇至极 顾掌青冷笑一声 握着那心脏 他 他是魔 这句话一出 清宁和师尊 皆是脚下亮枪 差点站不稳 掌青 你 你是魔 清宁不可置信 浑身都在颤抖 顾掌青不理会他们 环视周围 冷冷开口 清晨 你再不出现 我便杀光这里所有人 你还要接着 做缩头乌龟吗 他说完 我从树上飞下 落入人群之中 顾掌青 今日 你将死在我的手下 顾掌青被我的口出狂言 弄得大笑起来 就凭你 来呀 试试看啊 都这个时候了 他居然冲上去 拦在顾掌青面前 掌青 不要跟他们打 这里都是休闲者 他们真的会杀死你 我带你走 我们去 我没人找到你的地方 听他的语气 就算知道顾掌青是魔 也要站在他的身边 被眼里的心疼 不是因为死去的人 而是因为顾掌青身上的伤口 顾掌青显然已经杀红了眼 他推开清宁 你算什么东西 滚开 清宁摔倒在一旁 脸上的面纱也被风吹走 不可置信的看着顾掌青 掌青 是我呀 我是你最爱的清宁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 顾掌青看着他的脸 露出嫌恶的表情 爱你 长得像个老妇一般 我看一眼都觉得恶心 还爱呢 随便说两句好话 你不会真信了吧 清宁一瞬间脸色煞白 浑身摇摇欲坠 我 我不是因为你才变成这样的吗 是啊 你也就这点用处了 一点灵气 根本比不上你师姐 滚开吧 别挡我道 我还能饶你一命 我看着清宁痛苦欲绝的模样 心里只觉得可悲 师尊在一旁被弃的大怒 上前扶起清宁 顾掌青 从头到尾 你一直都在骗我们 那也是因为你们太蠢 我说什么你们就信 那些招数我本来就会 随便展露下 就让你觉得我天资不凡 悟性极高 啊 就你们那破地方 还指望着我去振兴 真是可笑 一群废物有什么好振兴的 也就你的好徒弟清晨有点用处 可你却把人赶走 真是蠢得要死 顾掌青嘲讽的说完 师尊被弃的目自欲裂 浑身颤抖 你竟然敢如此戏耍我们 顾掌青 我要叫你后悔 师尊一跃而起 一掌拍向顾掌青胸口 还没碰到对方 身后一把剑直接刺穿了他的胸旁 师尊转头 在后面刺穿他的 正是他的好徒儿 清宁 清宁握着剑边哭 边将剑推得更深 我不能让你伤害掌青 你 你 师尊吐出一大口鲜血 倒在了地上 这一剑直接刺穿了他的心脏 禀死前 他的眼里还都是不可置信 不知道自己看中的徒儿 怎么会是魔 不知道他疼爱的徒儿 怎么会一剑刺穿他 他的眼中颤动 看见了站在远处的我 清晨 顾掌青伸手掐住师尊的脖子举起 一跃飞向天空 围住他 我大喊一声 众弟子随我一起去追 师尊在空中痛苦地叫着 顾掌青正在吸取他的灵气 这种感觉令人痛不欲生 简直是在死前 还要被人凌迟 等顾掌青吸取完 就将他往下一扔 师尊的身体在半空中落下 他的脸毫无血色 只剩下一口气 他看见了朝这边飞来的我 拼尽全力地喊着我 清 晨 但我没有看他一眼 从他身边飞过 他的身体落地 双眼瞪大 没了气息 死不瞑目 顾掌青跑得极快 在场折我追了上去 他在山顶停下 转头冷笑着看我 清晨 你还敢追来 我举起青零剑 进入战斗状态 你会死在我的手上 我为何不敢 好啊 那就看看 今天是谁死在这 顾掌青朝我冲来 吸取了灵气的他 恢复了鼎盛状态 我跟他一来一回 打得不相上下 可顾掌青的身体能够自愈 我给他留下的伤 他能在战斗中恢复 但我的伤 可是实打实地留了下来 清晨 看来你也不过如此 你的招数 甚至还不如我 看我逐渐落入下风 顾掌青也得意起来 没了刚开始的戒备 他用的大多招数 都是师尊教他的 这些招数 我自然也会 我退后几步 微喘的气 额尖有汉叶沁出 是吗 他冷哼一声 不跟你在这过家家了 我还有其他人要处理 你就成为我的养料吧 他举剑朝我冲来 那剑就快要刺向我的一瞬 被我挡了回去 他重新攻击 可这一次 他的招数里面有许多破绽 我勾唇一笑 在他不解中 我手中的剑瞬间飞出 在他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从身后穿入了他的身体 那剑一往直前 直接把顾掌青定在了山上 我这一次的攻击力 跟之前完全不同 可过掌青却只用了 五分的力度防备 根本没有时间反应 人已经定在了山上 咦 他反应过来 我之前都在藏桌 一瞬间又惊又怒 他奋力挣扎 可是动弹不得 我操控清零剑 又一次插入他的伤口 就在我准备成胜追击的时候 清零这个时候跑了过来 不知道他是怎么找到这里 直接就跪在了我的面前 师姐 算我求你了 掌青本心不坏 只是没有人叫他该怎么做 他变成这样 都是老天逼着他的 不要杀他 求你了 我会带他走 绝不在你们眼前出现 我气得冷笑 一脚踹飞了他 滚开 他浪费我几秒的时间 害我错失了最好的时机 顾掌青那边已经正拖出来了 我阴沉着脸 将清零剑召回 顾掌青 你不选择这个痛快的死法 那就让我来教教你 清零山的招数 到底是怎么用的吧 我举剑 不给顾掌青喘息的机会 朝他打去 你觉得你很牛 就你这三脚猫功夫 学了几天就赶在我面前 要舞扬威了 举剑姿势不对 底盘不稳 力度不对 连时间你都把控错了 我扎马步练习的时候 你还在吃奶呢 哦 忘了 你不吃奶 你是个怪物 你吃你娘的心 我连带着嘴炮攻击 打得顾掌青 根本没有还手之力 闭嘴 闭嘴呀 我的话刺激到他 他整个人都要气疯 癫狂的乱挥剑 你打不过我 我是天下第一 我要杀尽所有人 我要 他的话没有说完 手里的剑被我打断 在他呆滞的片刻 我一剑插进他的胸膛 再次将他钉在山上 这一次 他已经没有了力气挣脱出来 似乎是知道自己死期将至 顾长青慌乱极了 甚至开始喊起来 清明 清明 快 快来救我 拖住他 等我杀了他 我就来娶你 清明从地上爬起 飞到顾长青的身前 用肉身挡住了他 他哭着朝我喊着 师姐 求你饶了长青一命 不要杀他好不好 滚开 他是魔 他杀了师尊 还杀了试炼弟子 你再挡着 我连你一起杀 我冷声骂完 清明眼里带着怨恨 咬牙开口 那都是你们逼他的 谁让那些人对长青动手 那是他们活该 我挥手 直接把清明掀翻 他倒在地上 捂着胸口痛苦嚎叫 你变成如今这样 也挺活该的 护着一个魔 简直不可理喻 我要对顾长青动手时 他双眼发红 不甘地大笑起来 什么是魔 什么又是仙 是我想入魔吗 明明是这世道逼我 就因为我是魔 就要被世人唾骂 被欺凌被凌辱吗 他们要杀我 所以我就应该 任由着他们杀我吗 我只是不想死而已 我有什么错 明明你们才是 最虚伪恶心的 你们不是玄乎济世 普渡众生吗 为什么当年 没有普渡我 那些人要杀我的时候 为什么没有救我 我恨透你们 这些虚伪的先了 你们才是最该死的 我冷冷地看着顾长青 你说世道逼你 可那些被你杀死的人呢 他们何尝不是无辜的 别拿你的遭遇 来洗白你现在的作为 你犯规杀人 你就该死 规则 这世上哪有什么规则 规则那都是赢家定的 你不过就是 站在制高点指责我 等我杀光对世上所有人 我便是规则 顾长青难难着 整个人陷入癫狂 不该是这样的 我还要称霸六界 我要主宰一切 我要创建一个新的世界 不是 我的命运不是这样的 不是 在他疯狂挣扎的时候 我举起了手中的剑 你说的对 规则是赢家定的 但显然 这场游戏的赢家是我 不是你 我的剑插进他的身体 从上到下 完全穿透 将他一分为二 他的尸体被我压在山下 左边放一点 右边放一点 用捆线绳绑住 哪怕他活过来 也动不了 青灵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满脸死灰 不是我过去 还以为他都死了 师姐 你也杀了我吧 他看向我绝望的开口 但我摇了摇头 不杀魔 不杀仙 你自然会有人处置 青灵对自己的师尊动手 按照仙界的规则 他会被关进水牢里 永生永世 青灵苦笑着 眼泪流了下来 我只是想要个爱我的如意郎君 为何会这样 闭嘴 听你说这些真倒胃口 我发了的白眼 站起来远离了他 我没有对青灵动手 等到仙界的人过来 青灵不想被关一辈子 提前用剑字吻了 他们说了顾长青的尸体 也确定 他是真的死了 一切落幕 归于平静 你居然真的杀死男主了 系统不可思议的开口 我淡淡的打断了他的话 他才不是什么男主 这个世界的主角是我 不是吗 我杀了顾长青 在这场试炼中 名声大噪 也有人慕名而来 加入我的门派 数年后 我望着旗下的弟子 他们恭敬地朝我行礼 唤我一生清晨师尊 至此全文完 感谢观看